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倩宏 两个这次香港的这个抗争 我们看总算是没有 就是说抗争的民众没有发生伤亡 那也攻进了立法局 那时间过去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沉淀一下 来好好谈这件事 就是我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您其实在节目里面 有谈到圣经的这段话 就是我拆遣你们 如羊入狼群 你必灵巧如蛇 寻良如歌 寻良如歌 对不对 你看他们寻良如歌的 自己撤退 灵巧如蛇的一直攻击 终于看到了这句话的视线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羊入狼群 大概就是变成狼的食物 你看那个 所有的镇报警察包围的状况下 那些人手无寸铁 那不叫羊群叫什么 去看那些相片 去看那些影片 那就是羊入狼群 他们继续唱哈利路亚 而且在半夜的时候 当这个港警开始要攻坚的时候 那看起来是很恐怖的 因为他们把盾牌拿起来 然后推进 开始发射催泪弹 然后开始往前推进的时候 看起来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说 其实当时会场里面 有四个年轻人是打算死守在那里 打算死在那里 那么其他的这个 一起冲进立法会的人呢 有四十个人回来 把他们扛走 对 因为 其实我就有一个评论 这个是下九流的政府 因为他们是为集权而服务的 所以三流的政府 统治一流的人民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知道警察后来攻进去 是在什么时候吗 是人测光他们才去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更是养入狼群 带领狼群的意思嘛 狼群不敢随便就养 这些上帝所祝福的羊 这非常清楚 就我在这个节目说过 万事俱备了 满苏必斑了啦 去就好 去就好 所以你看这些香港年轻人 他们就去了 然后狼还刺 然后羊就这样往前冲 然后这些狼全部撒住了 也不需要怎么办 好啦 就发射催泪弹吧 什么 发射一些什么 开枪啦 做什么 有用吗 自己开枪都觉得手暖 其实这个就是 你看当他们一起唱的 这一次的战歌居然是用一首圣诗 哈勒鲁亚 我的上帝 to my law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首圣歌 所以这一次 我最近也访问了香港教会的人士 就是说教会在这一次里头 充分发挥了安定忍心的作用 所以更文勋你拿出这个杨路狼群的故事 其实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种体会了 老实说当年台湾 在街头这个横冲直撞的年代 我都是在第一线 我其实看到非常多这样的故事 甚至我还曾经看到台湾的民众 在半夜跟警察对峙 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核举的状况下 忽然有人拿了一些花来 百合花来 然后他们拿着百合花去送给那个 镇报警察 镇报警察不晓得怎么办 也只有收了 人家拿花来 这个是有一点像是在欧洲的时候的 那种抗争过程里头 那个镇报警察拿着枪 然后那个民众拿着一支玫瑰花 去插在他的枪管上 那个是那个意义非常大 你知道吗 人心是漏作的 我相信这几次这么多人上街 很多香港的镇报警察 其实心里头也想说 我恨不得跟你们站在一起 其实这个反应 我在非常多年前 就是在1980年代 看到党外运动往前冲 1983年84年 1983年84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你知道 有一天早上 因为我报社通知我说 台中有一个地方 那个污染非常厉害 半夜那个农药工厂 排放会器 结果把那个周边的那个民众 整个都从半夜 起来吐 起来吐 半夜家里头 在家里 然后那个有毒的空气 飘进他家 然后让他们出来吐 所以民众就去包围 这个农药工厂 那我被通知的时候清早 那我去的时候 其实已经围了很多人在那里 然后我去了以后呢 就发现民众开始丢石头 不要忘记 我们是1987年才解除戒严 我说的年代是1984、85的时候 还在戒严时代 民众拿起石头就扔了 我看到警察 站在旁边 一动都不动 我后来就跑去跟那个警察头 讲 我说今天到底什么事 他们在等酒头 你们都没办法 他说我把他戳起来 我也戳了 我们家的全家都戳 所以是警察 竟然叫民众开始丢石头 也就是说 当一个环境 已经坏到一个程度 我相信很多警察 可能也搞清楚了 这几次的这个抗争 他们是人啊 他们不是鬼啊 他们所看到的是说 有一天他很可能也是被送中 当警察觉得自己会被送中的时候 他下得了手 向这些羊群 这些为义儿走出来的羊群 做任何动作吗 所以我看到的 其实我 其实一直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我一直在注意说 全体警察的动作 我老实说 我必须讲 香港的警察 其实非常矛盾的 因为他们的队形很凌乱 为什么凌乱 心里头很凌乱 觉得自己同意民众走出来的送中 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说 他当然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你看川普说什么 川普说他支持 7月1号走出来的这些50万的香港的居民 然后他说 有人不太喜欢民主 他在笑谁 他在笑他好朋友 习近平 有些政府不想要民主 对 有些政府不想要民主 其实他就是在笑习近平嘛 你看这个 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时代改变 你不要以为说这样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事件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跟一个时代开始 就是在那个接纷中 那个阴阳魔戒 这个交错 我昨天晚上开着 那个VBC跟CNN 两个 一直看 一直在看这一场 这场活动 昨天晚上 其实蛮感慨的 看这场活动觉得说 我觉得香港已经蜕变了 我们更让我坚定说 我们要赶快通过难民法 我们一定要保护 香港的这一瓶勇敢的 我跟你讲 你去哪里找 找这么多年轻人 这么勇敢 走上街头 主持正义 你去哪里找 要去哪里找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有一些回应 我们的观众的回应中间有一些人 可能还是没有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还是会来反对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再主张难民 说以前 1949年以来的难民 我们还接收不够吗 什么什么 其实这个不是 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意义 我们当然是希望 最好的人 跑到台湾来 而且来台湾的话 我讲的最好的人不是有钱人 是有义的人 有情义的人 有公义的人 有价值观的人 那相信正义的人 这些人 我认为才是未来 我们要集合的公民 这是未来公民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很多年轻人 还不如香港这一批年轻人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港独 比这个台独还要有希望 还要有希望 是 那想一想 在六四的时候 其实有香港人去支持了六四运动 所以有一个黄雀行动 黄雀行动 那时候了不起了 对不对 他们从中国把人救出来 是 我觉得出钱出力 那些人 那些人的基因 今天还在 我就昨天晚上 在看那整个状况 我觉得基因还在 虽然 CNN的标题 其实对 这些香港年轻人 是很不友善的 他用的是破坏 什么突破占领 bridge 不只这样子 其实很多的华人 在不同的社群 或是在脸书上 的破文的时候 即使他们是同情 这些年轻的香港的 这些年轻人 他们认为说 第一个 冲进立法局的 这群人是黑道 大概有十个黑道 你们不要上了 中共的当哦 然后他们认为这是 这种暴力 侵入这个立法局的行动 他们是不支持的 叫这些香港年轻人 赶快回家 这个情况其实 跟我们之前 在台湾发生的 这个所谓的 太阳滑运动 其实有点像 当时他们进入 这个立法院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声音说 这个东西他们不能赞成 可是 其实很多的民主运动 是新火燎原 就是这一些 冲在第一线的 愿意牺牲自己的 这一些新火 燃烧起来了 那这种火种 其实台湾应该要 帮他们保存 这个民主的火种 是非常的难得的 不是吗 是 香港能够有今天 这个火化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尤其这样的一个 直接的这种 中共的力量入侵 甚至随时把人绑走 今天即使没有送中条例 可以 这个 没有通过这个送中条例 事实上他已经在抓人了 所以 有没有送中条例都一样 这是为什么 李志英说香港已经完了 有没有送中条例都一样 但是如果有送中条例 当然人人都可能 随时都被抓走 甚至是 民事纠纷的案子 都有可能 他看上你在香港的资产 于是他就把你抓走了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有没有一种产品 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攜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妈妈在还没认识我之前 一直无法摆脱 抹布怎么洗 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他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地 将我挂在他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 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他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脑人的异味了